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到不是工作的另一种非一名身份 比如说F签证 B签证 J签证 然后等等中间的相互转换 以及工作签证的dependent的转换 这些往往都要交I539 简单来说工作签证的申请 比如说H1B L1 O1等等 要交I129 而其他的非工作类型的 包括学生 包括家属 这些转换身份和延期 要交I539表 那么I539前面提到 处理的时间比以前更慢 那么申请人要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不但要考虑最后的申请批准 还要考虑到 在申请审理过程中保持合法身份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这么一位申请人 现在在美国境内 他现在的签证是B2 那么B2有一定的时效性 一般比如在美国只能待6个月 要考虑到在提交了申请以后 新的申请还没有批 现在的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其他的也有类似的 比如说我是家属 是F2 J2或者H4的身份 但是有的人比如说 配偶的工作情况改变了 或者要离开美国了 或者有人家庭情况变化了 或者说我是H1B签证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主动或者被动的要离职了 那么这样可能要转成别的签证 我们这里举的例子 是转成F1学生签证 那么学生签证 当然你可以在境外签 但是也有不少人 是在境内转F学生签证 一般来说你要转学生签证 都已经先有了录取通知书 有I20表 但是这些还不够 移民局规定 你要转学生签证身份 这个申请只能在开学前的 30天内提交 那么按照现在的处理速度 I539交上去可能要好几个月 才能得到审理 那么这样你开学时间就错过了 F1身份还没有批 怎么办呢 能不能开始上课呢 很多时候是不能的 Case by case 要看你目前的签证身份 尤其是身份有没有过期 如果身份没有过期 比较容易一些 如果交了申请以后 原来的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就会麻烦一些 就可能就不能开始上课 那就要和学校联系 推迟开学的时间 在申请还没有批准的时候 目前的身份已经过期 怎么办呢 按照这个以前的处理的情况 移民局在这方面的要求不那么严格 只要最后的申请批准了就行了 此前的视频里我们也讲过 你在美国 不算是unlawful presence 即使身份过期 你从技术上来说 out of status status expired 也不影响你以后的绿卡批准 只要你有申请判定就可以 但是现在审理的时间加长了 移民局对于申请人 在申请提交以后 等待期间 继续保持合法身份的问题 更加重视 如果你已经有你自己 或者配偶提交的移民申请 很快就要拿到绿卡了 那么你没有unlawful presence 可能没有关系 就说你这个申请过去有别的判定的 也不影响拿到绿卡 但是你最后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你是只是要转非移民签证 身份能不能转成 这里就有区别了 再具体的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申请提交了一段时间 过了六个月 移民局才审理 移民局到这个时候会说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审理你的申请 在此期间 你过去的身份过期了 所以我们要拒绝你的申请 或者虽然批准你的申请 但是呢 你的新的身份的有效期 从批准的时候算起 而不是Retroactively 从你上一个身份过期的时间 或者从你身份提交的时间算 这样呢 从你提交申请 到申请批准 中间就有几个月的gap 身份的空档 这期间没有保持合法的签证身份 那移民局可以说 你要求转身份的这个申请批准了 可是你还有这几个月的gap 不能够解决 那么你需要出境再去签证 很多人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本来在美国境内 转身份就是为了避免出境去签证嘛 那如果到头来等了好几个月 最后还要出境去签证 那么有的时候旅行不方便 或者面对更大的风险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现在如果说是8月 或者你的申请 原来的身份要8月过期 你要申请入学 学校9月开学 看起来很好 能够衔接上 问题是在于 你要转学生身份的这个申请 交上去可能移民局6个月才批准 到那个时候已经明年1月了 移民局会说 那你从过去的签证身份过期 8月到明年1月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就回到我们的标题讲到的 有一个桥梁的申请 Bridge的申请 你可以同时或者稍后提交另外一份 I-539的申请 申请转成在美国的B2签证身份 理论上基本任何人 除了拿这签证还没有WAVE的人 在美国只要有其他的合法签证身份 你都可以申请转成B2 这个就提供了一个概法 一个桥梁的作用 如果我已经是B2呢 那你还可以考虑申请B2延期 这个呢和你要转比如说学生身份 或者是别的身份申请呢 可以同时提交 这样呢你转这个B2签证身份呢 这个申请呢就cover了你 在转另外一个签证身份 比如F1批准前的一个身份状态 再回到此前的例子 如果说你原来的身份8月过期 那你可以呢另外交一个转B2的签证身份的申请 cover你从8月到年底的身份 然后到年底呢 比如你转F1的签证身份申请的批准了 那么F1身份呢 cover你从批准以后的身份时间 而此前的空档呢有你申请转B2的这个申请 一般呢也可以在同时得到批准 这样呢你的身份就没有gap 这个呢讲起来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情况 这也是移民局不但允许还鼓励的 在自己的网站上也提到了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尤其是对于比如要转F学生签证身份的人比较适用 如果你要交i539做其他的签证身份转换或者延期 如果你预计到在新的签证身份批准前 旧的签证身份已经要过期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对你也适用 你可能需要另外交一个所谓的bridge 来cover你等待期间这个gap的签证身份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 也会有我们文字版解释这方面情况的 有可能可以帮助你理解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有的人说到呢 说那我转B2身份理由是什么呢 在美国拿各种非移民签证身份的人呢 一般来说都有机会提交转B2的申请 因为你在美国尤其是已经待了若干年后呢 那可能不是说走就能够走 比如我在美国有车呀 我有物品呀 我要相应的处理呀 那么RIPE UP 我在美国的生活 个人的物品 这个呢 都可以是要转B2签证的理由 当然或者我要在美国旅游啊 游览啊 这个也可以成为要转B2签证的理由 我的申请交上去了 后来我又交了转学生签证身份 或者是别的身份的申请 得到批准了 那么个人的想法改变 这也是正常的 你想要继续留在美国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啊 讲到的内容呢 是在美国申请 转身份和延期 然后要注意的 所谓的桥梁申请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